好的,多謝 好了,那我開始了 大家好,我是來自都華山的鄧少堅小學 我是梁嘉莉,我是德育處遊園 都很感謝盛大給了一個機會 我們去到學習 也都一直牽著手 跟我們一起度過這兩年的時間 非常之感激 從最初初認識一些正向教的概念 到現在真的看到我們同工一路成長 當中我們會看到 鄭大一路都給了很多教師的培訓 你看到現在這些圖片 同事其實都很開心 我們自己也不少同事 是會拍攝整個過程 自己回去慢慢回避 教師培訓有一些很好的活動 體驗當中真的令到同事們 是親身感受到正向教育 也都很感激 在疫情其實都有一些很惶惶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很多很想實體進行的項目 很想他們感受 但是發覺等極都等不到面上方程 那我們就開始想 都是不等的了 那我們的家長教育 有部分就是去了網上 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實他們的笑容不減 都是很開心 尤其是我們發現 我們一開始想著家長就來到學校 那他又可以輕鬆一些 是不是不用顧著小朋友 那我就可以去享受他這個學的機會 但是我們有發現 原來跟小朋友一起 那個親子又是另一種的體會 所以看到他們的笑容 跟小朋友一起拍照 我們馬上就拍了這一張圖 我覺得是很難行得的 真的 好了 之後當然是說回課程 很感謝成大 給我們一個很完善的整套教材 同時 其實最初好的 他說 嘉莉你不要摺 不要摺 他就用生意來形容我的 你不要摺生意回來 那我說 為什麼 我們真的 其實又不是很熟 我們做不到教材 然後說不用怕 有了 他最初都半信半疑 什麼有了 我說不信 哪有這麼想的 對 逐一點都要說 但是 後來他發覺整個備課過程 官課 還有之後的檢討 都真的牽著手 去走 我們有部分的課程 是需要上去做網上 本身很棒很棒的實體 一些活動 那怎麼可以改了做網上 從來都不是放下給我們 成大宅 你自己想好它 從來都不是 都是一起去到想 這裏可以怎麼做 跟著我們哪裏可以怎麼做 其實是一起 那現在你看到的 就是這個 四年級的課題 就是一個成就感 那同兒子 在整個過程 他真的感受到 每一次 我不行 一路試 他們是不會說 不得一次放棄的 他是會一路試到他得為止 然後就贏了 其實那個過程 讓他知道 他可以 由每一次 可能不成功 他會去到調整自己的策略 跟著之後 直至到挑戰到成功為止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另外就是 以行動 去到感謝 和回報他人 你會看到 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不是沒有心去到感謝別人 我們很容易幫他 給他一個機會 我們發現 小朋友其實很想很想 用實際行動 去感謝 風友依依叔叔 很多時候 幫助依依叔叔的辛苦 其實他們又不是不知道的 但是好像缺少了一個機會 每一天 拆見而過 叫了早晨 叫了再見 就好像沒有了一回事 那麼這個課題 其實是給他去感恩 又不如如同地 你會看到很多時候 又不是只是感恩 就是感謝這個老師 很多時候 是感謝姨姨 和風友叔叔 好了 接著我們就 我們就發現了這個契機 我們又開始加入了少少 的校管的東西 去到配合 成大正向的整幅課程 那我們就想了 會不會有一些真真正正實質的幫忙 或者他們做到的事情 那我們就叫做鄧少堅小熊 那我們就開了一個 少Clean特工隊 那你會發現 其實同學仔 他真的自己去到掌握 原來呢 自己的東西 自己的桌子 自己的課室 應該是自己清潔的 那時候呢 哪怕他 他年紀少 可能真的未必完完全全幫得了 但是我們會看到他那種 希望能夠幫忙的熱衷 那後來呢 我們呢 就連同梅吉他科組 那我們呢 其實整間學校呢 都很希望能夠發展堂仔的STEM 那在STEM那裡呢 我們就想了 那有沒有能夠把這一份感恩化做行動呢 好了 接著我呢 就給我一點點評論 那這個呢 堅、智、能、傑、次、德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其中我們呢 一個拿去 用這個二聯盟拿去比賽 就是希望呢 能夠幫到呢 就是 是公有疏忍忍忍的 我們的解決方法是這樣消毒呢 現在又幫到手清潔呢 就是紫外光消毒 不好意思 梁主任是不是有片呢 是不是 是啊 我們是不是看不到 是啊 看不到這段片 是啊 好 有點神奇啊 好 不要緊 你給我一點點時間 現在呢 有沒有看到段片在Youtube的 好 因為都短的 50秒而已 我們可以再播的 現在看到了嗎 看到了 看到了 在疫情期間 清潔消毒力很重要 洗手間 不然是好過去的地方 所以 清潔消毒的次數特別多 尤其是在馬桶 如果我有個馬桶自動消毒機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做出一個黃圓的來源 然後我們就做出一個黃圓的來源 好 好了 好 好 等我開個 快點 好 怕 看不到 現在看到簡報了 是不是 看到了 剛才 其實你看到 同學 他有訪問 道工有意義的 他就說 其實 想要些什麼呢 當中 我們加入了 其實思維裡的同理心 希望他能夠說出他的需要 因為我們以為他要這些 但實質他的需要 不知道是用這些 我們希望他能夠把整件事 除了感恩 在心裏感恩之外 我們希望他的手 都能夠做一些實質幫倒手的行為 去圓了他整個同理心的歷程 然後我們就發現了 原來他的需要 就是剛才他想要的 一個幫倒手 一個手殺菌的一個裝置 同學仔 就按著他這個需要 去到設計 我們看到 其實同學 他們的強項 因為我們早前做了一個VIA 24強項的問卷 問卷當中 我們發現 我們學校小朋友 在創造力和好奇心上 都比較突出 我們就想 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令到他這兩項 就是繼續發展下去 或者可以將他的強項 發揮得更好 所以我們就在這一方面 可能要一些設計 或者是 Stand方面的東西 我們會運用了他們的成立強項 也很感謝 成大正向攤位的活動 唐仔在那兩天的攤位活動 是很開心的 我們分了一、二、三年級 四、六年級去玩 接下來其實還有 就是下個星期 也繼續 麻煩了成大的團隊 幫忙繼續做攤位活動 同學仔 整個場 看見他們 玩完 然後又回頭 又再排過 其實真的 看見他們很開心 好了 剛才也很感謝主持 幫我們說一說 就是我們其實 今年 我們正向教育當中 我們是用了同理心 去做我們的主題 我們希望能夠有同理心 就可以提升到 大家之間的正向人際關係 好了 我們又看一看 我們怎樣去到 一面有成大的幫助 跟著我們 亦都可以 希望自己 能夠配合到 這個課程 去兩方面做得更好 我們先讓 我們的同工 或者我們本身學校的同事 去看回 我們心目中想同理心的那幾個向導 我們看到旁邊的幅圖 我們最基本的向導就是 家庭、學校 然後社會、國家 另外就是大自然上 其實我們都希望能夠 跟地球上不同的物種 這個就是我們其實幾個方面 希望能夠發展到 學生的同理心 剛才也有說過 同理心我們什麼叫做完整的歷程 就是我們可以正確見識他人的情緒 知道他的想法 對他人的情緒產生同感 但是這裡還是不夠的 最後是要決定要做什麼反應 我們都要承認 會有問題 變成了我們 我們希望能夠讓小朋友多一點 去跟別人有連結 因為不能夠時事都自己經歷 那別人的感受 我怎知道 那便靠不同的溝通和連結 希望能夠知道他的怎樣想 其中 與他人連結的方法 我們有Learning by Doing的課程 會運用設計思維 好像剛才那樣 你看到公有意義 就訪問同理的對象 另外也都教會小朋友用同理心的地圖 那希望他真的能夠跟對象研究到 就問到他那個我們所說的need 問到他的需要 就去明白怎樣去幫他 我們2014年班都有 就是LVD的課程 Learning by Doing的課程 都希望小朋友懂得怎樣尊重 和學到同理心 和建立正向的價值教育 而最重要 就是他們最後 會有一些利他的設計 去做出來 動手做這個過程當中 也都希望提升到他們 各種不同的交通能力 和知識的牌子 現在你看到的 就會是一連班 一連班 我們就會在課室裏面 希望他們能夠 以一連班同學 剛剛入了這間學校 最好就是認識自己的同學 以及去處理自己的課室 有歸屬感 所以你看到他們 在設計中 一個他覺得舒適 同學都覺得舒適的一個課室 那個障礙是在課室裏面的 我們最初很擔心 那一連班 真的摸著石頭過河 不知道他們的能力能不能做到 但其實你看到 老師其實沒什麼很大的幫忙 所有的物資 整體來說都是他們家裡拿回來的 我們給了幾個紙盒 還有給了一些膠紙 他們其實都很願意去到分享 而且真的很樂手樂隊去做 而四連班 我們就有一些親子設計 思維的工作幫 希望家長都能夠一起參與 你看到我們 會有家長一起去幫忙 他們就是 希望能夠設計一些什麼 就是令到大家都舒適的環境 在學校裡面的公用地方 剛才一連班就是課室 四連班就要高層設 就看一看能不能 一些公用的地方 有一些裝置 都是令到大家舒適 或者是放鬆的 那後來呢 他們最後決定要做 一些樓梯的裝置 那你看到現在 他們是 回到回來 我們之前都是zoom的 有一段時間在實體 有很多課在zoom 然後再說 可以回來面售的時候 我們就快馬加變了 因為Learning by Human 真的有很大部分 很想他們摸到 動手做到 那現在這個情況 就是他們一直在做 他們先會有部分 會做到模型 就是看看是否真的成功 可以不可以 那有一部分就開始要在裝置上 就去處理他們的部件 或者是一些外觀的設計 一些裝置上 整體來說都是 其實四年級 不是真的這麼高年級 我們都有擔心 在高年級的第一級 四年級這個情況 會不會 他們做不來的呢 但是我們後來都發現 其實他們做到的 譬如他們要 我想要在樓梯上 有一個上樓梯 其實我們是做了一個實物出來的 但是實物實在太難拍了 是 另外就是要有一個承索 那承索那裡我們還沒有完成 因為樓梯是經常有人走的 我們要封了樓梯去做 我們需要多一點時間 除了這兩組是模型 設計之外 其實也是實物這樣出的 你剛才看到他們在裝電 就是這類的 什麼來的呢 其實他們覺得樓梯都可以是一個 給同學仔 一個休息 或者叫做 可以一個特別 一個經歷的地方 左邊這個 他們後來設計了什麼呢 就是一個文革 是 而右邊這個 他說夏天了 天氣熱了 嗯 大家上完在樓梯也有一股 不是太好聞的味道 會不會可以在樓梯上香一些呢 最後他們就做了這件事了 這個呢 是 走過呢 它就會自動聽到你走過 就會有一些香味呢 就是荔枝味 比如說這個 這個就是菠蘿 那我們呢 這個西瓜 士歐啤嶺 還有這個檸檬 我們一次過在整條樓梯出現 很混雜的 我們後來呢 就把它分散成不同的樓層 但是我們試驗的時候 我們放在一起 方便呢 我們去到 就是 管理他們在那一天 怎樣去處理他們的分享 所以我們放在一起 但是後來呢 我們分散了他們不同的樓層 都看到他們很開心 那除了這個LVD4之外呢 我們都希望再加把勁 能夠跟小朋友 可以再說多一點點同理心 那就有我們的校園的同理心課 那當中我們都用了一些 就是疫情最新鮮滾液的材料 就是其實 疫情底下 我們能不能夠再發展好些同理心呢 又不能夠掌握到 或者叫做 趁著這個時機呢 那我們都有其中兩個課 然後就到特別假期了 那特別假期呢 我們都有不同的情況的 其實校本同理心課呢 是承接著我們之前 治療包容欣賞的包容課的 那特別假期裏面呢 剛才有說過這個 不是太暑天的暑假啦 那我們做了一個30天的任務 那這一本東西呢 希望呢 就是能夠親子一起完成的 裏面呢 有不少的題目呢 都是想同學仔和家人一起去完成 例如可不可以打個電話 給你已經很久都沒有聯絡的一個親人 啊 你做了這個任務 好 我先給你一個漂亮 加上簽名 那又或者趁這個假期 咦 有沒有一樣東西 你很想去到 去到多一個人啊 又或者 我都感激呢 這次這個雪隔竟然不熱啊 可不可以就這個天氣去畫畫 我們都希望呢 趁這個特別假期呢 他有一個 都可以很感恩啊 可以很同理心的一個感受 那另外呢 也都在這個假期裏面 我們都繼續推廣 希望呢 就是他們在家裡有時候都挺有空的 那我們都希望他用一下 那些時間 可不可以用在沒有打機上面呢 都幫我們呢 和家人一起去做一些活動 好了 那我講回 同理心當中 我們有沒有一些情況之下 可以講回整個學校的偏配啊 我們呢 見到六年級學生教室編排在這裡呢 我們是希望能夠做到呢 每一個樓層呢 都有一級六年級在裡面的 那原因呢 就是因為 以往呢 我們經常都聽到同學同事說 六年級呢 如果聚在一層樓呢 他們都會覺得有必分好的 可能他們已經大了 有時候呢 很大的 就是 同輩的影響啦 那其實他的能力這麼大 力量這麼大 我們是否可以令他們更好的發揮呢 可以去好的方面幫到手呢 於是我們就把六年級我們的五班呢 分了一層去五個樓層 那尤其是呢 最底層呢 一年級的那群六A呢 其實他是特別明白呢 他們的使命的 你現在看到這張照片呢 是真的 小朋友呢 在轉行的時候 是啦 小息之後就是試藝堂 他們就走了出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綁不到後面的劍 那之後呢 六年級的哥哥姐姐 他們很有趣的 他們呢 又有些害羞的 他們在一條走廊自己走 走走走走走走 看到了 哦 好像一隻小白兔走出來 好了我幫他了 看到同學仔呢 互相是可以呢 由高啦 高年級啦 大低年級啦 一個盛傳的 尤其是我們那些同事呢 很安樂的 為什麼呢 因為法國隔壁有一班六年班 有什麼事呢 要去找老師幫忙呢 不用找老師 先找了同學仔 你可不可以幫我做什麼呢 那看到呢 這個方向呢 我們用了幾年 其實都一路不接著去 都不錯 那同事都繼續贊成 那另外呢 我們有融光學長 那三年級啦 希望都能夠帶到一年級的同學仔 也都有一些使命的手冊 希望裡面呢 他真正呢 定時定後 他就要下去 找一找同學仔呢 去到 看看他有沒有東西要幫忙 適應的手冊 那會有一個問題 那是相見共融呢 那你會看到其實 整體來說 我們剛才有不同的道向 我們都很希望呢 同學仔能夠多些 和到不同種類的同學仔 學生 或者不同的社會的人士 去到接觸的 因為跟李森有時候 可能我們 未曾連結到 他們未曾發揮到 那我們給的機會呢 就是給的機會 他們連結 那這一次呢 就是跟特殊學校 做一個交流 他們就是共同去到 設計這個環保袋 而環保袋的主題 叫做愛香港 其實都有多層的意思 那見到同學仔呢 回到那個反應 他們很有趣 他很主動跟我說 那些特殊學校的同學仔 很厲害 他們的畫 兩個我們的畫 我真的發覺他們很厲害 其實你看到 在整個過程 他們是不斷成長的 我們的學生 一直跟他們交流 有某部分呢 其實是聽不清楚 特殊學校的同學仔 可能他們說些什麼 但是整個過程呢 他們很有耐性 我想真的在當中呢 他們的得益呢 不是正正去畫了一幅畫 那麼簡單 那另外我們剛才有說過就是 跟大自然 跟物種的連結 那我們之前有間房間就是鏡 那我們跟著就發覺 可以大一點點 或者會不會可以把它裝修一下 這樣就裝修了呢 就是這個 裡面是有 兔仔 魚 龜 山魚 不同種類 會動 或者不多動的生物 其實都存在 希望同學在觀察 照顧他們的過程當中 知道生命的可貴 也都尊重和愛識地球上的不同種 尤其是你現在看到呢 有個圓圈那隻兔 就是灰灰色 灰黑色那隻 不是黑的 灰啡色那隻 其實它叫做藍洞 白白 這隻兔仔 是很 都有個可憐的經歷的 那就是主人 因為它不大 就有眼疾 所以就說不一樣了 那我們 照顧它回來的時候 其實它就很小顆 但是經過我們呢 陀仔 你看到中間 有兩個小朋友 幫牠梳毛的同事 其實牠的腳 是一直有一些腳環的 每一天都要塗藥膏的 也是抱著來塗 然後幫牠擦散毛 因為怕牠的腳會繼續有這個傷環 所以每一天都是他們會來照顧牠 當我們發現呢 這一個過程呢 其實小朋友 連一些平時我們覺得 有點麻煩的同學仔 牠來到Petro 牠是很冷靜 也都是很有耐性去對待動物的 那我們就發現呢 其實小朋友每一個都可教的 那除了小朋友可教之外 教師培訓 家長教育 成大幫助我們很多 我們都要自己繼續努力的嘛 那我們都會去到安排 在整屆的培訓之外呢 我們都安排 就是教師 和家長有不同的培訓和教育 講座 或者是工作方向 去到尾聲了 看到這幅圖嗎 我們相信 其實百寥樹人都是籠子一粒種子的 不同的活動呢 很多同事都問 其實有這麼多種活動 要不要做這麼多呢 或者不同的方向呢 每一次其實都是回答他們一樣的 我們不知道呢 哪一個活動呢 對哪一種的同學仔最有感受 可能呢就好像一間超級市場 或者叫做一間餐廳那樣 不同的需要 他們在我們不同的活動當中呢 總有得著的 或者我們現在這一刻 沒有看到他在大樹 但是呢 這一種子一定已經種了 在同學仔的心裏面 正向教育 一定在他心裏面會發揮的 我相信呢 大家同工會繼續努力的 是的 我的分享到這裏 好 我幫大家出來先